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国内多个港口再次发生了拥塞事件 交通部长魏佳祥就说 他们在咨询了国家安全理事会之后 批准货柜运输公司 在4月4号到7号之间 第二次清理囤积在港口的货柜 以避免造成更多的拥塞 影响了一些必需品的供应 这些货柜囤积的港口 就包括了巴胜、柔佛、槟城、关丹 马六甲、明都鲁等多个港口 以及马太边界的巴达布萨 所有将货柜停放在上述港口的公司 必须要迅速的将这些非关键货品 移出港口 目前是非常时刻 所以运输公司的动作一定要快 把这一些的货物移走 移出港口 魏佳祥今天就发文告说 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为了确保 家庭的日常必需品的供应是顺畅 而且是不间断的 不定期的允许公司 加速的从港口移出一些 非日常的需要货物 已经证明的是必要的 他说这样才能够确保 关键的一些货品 在4月1号到14号 第二阶段的行动管制令期间 是可以通畅无阻的 送到有需要的一些社群 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 交通部扮演他的角色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部门 也有扮演他的角色 就是财政部 那么当时媒体揭露说 巴胜港口关税局的官员 在执法的过程当中 违反专业的守则 甚至违法的行为 导致重要的物资 无法第一时间送到前线 一名雪舟沙按栏的 仓库的职员 他就投诉说 来自巴胜港口的 祭司组的关税局官员 在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 不但没有戴上口罩和手套 而且还在仓库内抽烟 经过多次的交涉之后 有关的执法员 不但拒绝业者要求 戴口罩的这个要求 而且在没有出示 任何的文件的情况之下 既然查封他们的仓库 导致大批的口罩 跟防护用品 滞留在仓库内 无法送到前线 所以这一些官员的行为 必须受到兑付 因为物资对前线人员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因为官员的傲慢 而拖慢的运输的 这个过程当中 受影响的将会是 等待这一些物资的人 没错 在这个非常时刻 这样的事情是要不得的 另外魏嘉祥也说 沙拉越跟沙巴政府 也允许货柜运输公司 清理港口的货柜 以便避免造成拥塞 他就澄清说 大马政府颁布的第二阶段 行动管制令之下 不管是空运 海运 还有陆地的运输服务 都是属于关键的服务 是可以继续运行的 所以他也有在 今天的文告当中 重庆这一点 那么3月中旬 第一阶段的行动管制令 落实期间 诸多的政策 引发了许多的混淆 进口的非关键货物 全部都卡在港口那边 导致货柜堆积如山 甚至妨碍 关键货物的进出 那么交通部 随后就开放说 从3月27日到29日之间 让物流以及运输公司 能够搬离这些货物 腾出更多空间 不过物流业者却申诉说 政府部门之间是缺乏协调的 再加上这个重令是不明确 所以就导致他们 无法确定货物是否可以成功的 送到了这些客户的手上 因为部分的企业是没有营运 是没有人负责收货的 那魏家翔随后就指出说 他将会跟巴生的港务局 还有相关的港口营运者 召开视讯的会议 以便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了 第二阶段的行动管制令 凡是运送必需品的商用车辆 其实依然可以全天后 就是24小时在公路上行驶 但是政府是鼓励这些商用车辆 是从晚上7点 到第二天的早上7点之间行驶 不过这个是鼓励并不是强制性的措施 不过我们把话说回来 就是部门跟部门之间的官员 其实真的要好好的沟通 要好好的配合以及对话 那么这段日子 官员必须全面配合政府的政策的调整 而不是以那种小拿破仑的姿态 进行破坏 或者是以一贯的傲慢的态度来刁难 来为难这一些 不管在任何行业做工的这些人 如果面对这些故意的刁难 或者不合作 甚至是滥权的官员 必须要有严厉的对付行动 以达到警惕的作用 这一点非常关键 是的 其实在第二阶段的行动管制令期间 广播包括CD Plus 也会照常的运行到 所以也欢迎所有在雪龙的朋友 还有福龙的朋友 可以通过FM106收听 古镜的频道是FM92.5 当然你也可以下载CD Plus的APP 或者是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或者是YouTube频道 收听CD Plus所有的节目 包括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芳 下星期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